大家好 老司机试车 我们现在是在河北来水三亿村的越野场地 今天非常高兴 我们来测试奔驰的G350 就是很火的2.0T的大技 那我们为什么先从越野开始试呢 因为这个车它的外观 内饰 空间 跟已经上市了两三年的新款G500 几乎没有太多的差距 只是发动机由4.0T变成了2.0T 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变化 所以我们再从那些静态开始聊就没有意思了 那我们直接就从它争议最大的越野能力开始聊 那为什么越野的争议很大呢 是因为很多人说变成了2.0T的发动机了 它没有劲了 好 那我们这次就在一个有四个交叉轴大坑 并且角度很大的这么一个坡开始来试它 并且用很难的方式来试 我们就不切到低速四驱 就用高速四驱来试 因为如果切到低速四驱扭矩放大了 不知道这个2.0T它自身的水平到底是如何 那没有意义 第一个项目我们来试一下 只锁了中间的锁 前后都是开放差速器 并不锁锁 来试一下它电子线滑到底有没有 我也很好奇 因为之前一旦越野就大计挂锁 我们这次不挂前后锁 来看一下它能不能去爬这个坡 补充一个测试条件 为了避免轮胎是这次越野测试中的短板 我们把它换为了 我格涅神山游记中G500身上装的那四条285宽度的 百路池KOR的标准AT越野胎 好我们先进行第一个科目 高速四驱 不挂低速四驱 只锁中央的差速器 前后两个差速器都是开放的 看看它的电子线滑能力 能不能突破这么难的一个障碍 好走了 换上D挡 好走 没有电子线滑 第一个项目失败了 没有电子线滑 大计它就是纯靠锁 就是厂商就没有设计任何的电子线滑 否则一点都动不了 一旦遇到交叉轴了 第二个科目 我们还是保持刚才的状态 只不过我们把后锁锁上 依然是高速四驱 看一下这个2.0T的发动机 不切到低速四驱 能不能突破这么难的障碍 只配合中锁及后锁 先不锁前锁 好我们现在锁到了后锁 往这边走 它现在不锁前锁的话 后锁有点推着这个车有点费劲 只是拿后轮 我再试一下 走 有点费劲 这边费劲 我再试一下 这个车比较沉 虽然是换了更清淡点零件的发动机 但是纯靠后锁也费劲 你看后锁在这挠了一个地 我现在再增加它的攀爬能力 我把前锁锁上 等于是现在高速四驱 加上三把锁全锁上 走 前面已经带了力量了 这样就轻松多了 前面锁就轻松多了 好 很轻松很轻松很轻松 扭矩非常充足的2.0E感觉着 没比4.0爬这样的坡显得更困难 很轻松就上来了 挂着三把锁的模式下 OK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坡就可以总结 没有电子线滑 科目一是失败的 科目二后锁效率足够 但是因为这车比较沉 坡的角度又比较大又比较困难 所以两个后轮哪怕锁止了 两人一起挠 这车也往前走不了 把前锁锁上了 这样的话前轮也没有轮松差 带上劲了之后 很轻松的就上来了 所以这个是没有大问题 我再带它去更难的一个障碍 去往更难的坡途中 这路就挺难的 你看这一个大沟还有大泥 我得给这个计看着点 行 咱可以走了 小心点 我给你看着点 别蹭上 走 右转右转 对 对 往右打 走 走 好 现在没蹭 走 走 好 OK 打直 走 直走 直走 没问题 现在马上你左前是一个比较大的坑 慢点 别蹭了测试车 好 走 悬架行程还真是挺长的 好 你现在右前是一大坑 有可能会蹭到中间的位置 走 慢点 好 往左打 对 好 慢点 走 走 走 没问题 OK 好好好 没蹭 都没蹭 好 走 没蹭着 我们试车活生生的拍成了邮寄 2.0T的G35连跟我的猛亲一起往深山老林里 继续给大家找更难的越野路的路上 遇到一个不像是水冲沟的这么一个大沟 上面有一个圆木头 这圆木头还已经裂了 这边是有石头 我们这俩车骑上去 首先我不确认这木头能不能担住我这猛亲跟这个G 再有一个圆弧面太窄了 这轮胎稍微转一点光这车就坐在木头上就没法救 而且是这附近也没别的路绕不过去 这附近 哎呀我去 真是太纠结了这东西 所以我们刚才初步判断了一下就准备回去了 那个越野环节就没有了 我们就只能往回走了 这个不敢冒险 毕竟是自己的比较重的卡车 加上厂上试驾车嘛 安全第一 走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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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来看行驶 要说越野隔在第一环节 其实也是多少跟建盘侠来就近 他们老说这个车能越野吗 2.0T这个那个的 所以咱把越野隔在第一部分了 而真正大家关心的其实是公路行驶 公路行驶的部分话题就很多了 我们先看一下宏观的参数配置指标 2.0T的高功率发动机配9AT 全时四驱的系统 前中后三把的差速器锁 这个2.0T大家说已经叫做G350了 应该是它的超高功率 也就是299马力的那一款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实际上它只配了一个高功率 而不是超高功率 那这个发动机258马力 其实跟299马力 对于咱们这个车主要 大家心里对标的是G500 已经没有差别了 因为毕竟那是一个4.0V8的机器 怎么着都比你的258 299马力要高了太多了 OK 那日常的行驶过程中 首先这个9AT 我觉得是比较顺滑的 也没有太多的存在的感觉 这个2.0T的发动机日常的使用 你的正常的油门追加还是够的 你的绝对加大动力的超车过程中 推这个风和的并且是带大梁的车 我感觉到稍微有一点点 你会感觉到动力有点慢 但如果你要没开过G500的话 你也分辨不出来这个2.0T 在这个G的车身上有点笨这种感觉 没有 你是感觉不出来的 那只有你像我这样 长期的开过G500 我们去隔内神山的路上 你才明白说 原来你对G的动力是这样的一个期望值 那2.0T是能对比出来的 如果你第一辆车买的就是这个车 你是完全感觉不出 这个2.0T是不够用的 这样的体感 跟着发动机一起变了 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没了 就是声浪 你看现在这个车的声浪 就是很奔奔吞吞的家用车的声浪 点招火了之后 也没有任何的之前的500个63 那种的乌鲁乌鲁乌鲁的 让人很兴奋的快感的声音 这套动力总成就变成了很家用 很舒适了 在G的身上竟然出现了舒适二字 真是的 悬架的方面 这个车的悬架相对于老款形成要长了不少 老款那个G感觉悬架形成比较短 帮帮的就有点紧绷的感觉 但是这个车的悬架还是挺长的 咱们在上一趴的月的环节 你会发现说悬架还是能比较贴合地面的 代表是形成挺长 那一个比较长的悬架形成 外加上这个车重心比较高 必然它的悬架的硬度就得调硬一点 否则那就容易翻车 对吧 长形成的悬架还比较软 那一拐弯就容易翻了 所以这个车的悬架比我认知的 很多的SUV的悬架要硬一些 但是跟老款的比起来还是要软不少的 外加上我现在换的是18寸的越野胎 这个越野胎因为它的胎比比较厚一些 也比这个车原配的一个20寸升级的AMG的轮圈 要软了不少 换句话说 如果你买这个车直接是原配18寸胎的话 那肯定就会是挺舒服的这么一个感觉 噪音的部分 因为我换了越野胎 很多人说这个就没有参考了 百路池的KO2还是一个挺好的越野胎 虽然它是个全体型的胎 但是噪音已经在全体型胎里面算是很小的了 它的噪音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发动机 这个不太悦耳的低频的嗡嗡嗡的声音 这个跟500跟63那种呼噜呼噜 可以营造出来的排气管噪音不一样 这是纯来自于发动机这种比较闷的工作声音 这个声音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悦耳 可以称为噪音 而呼噜呼噜那种排气管的声音 那个属于是快感的兴奋剂 这俩不是一个噪音源 所以主要还是发动机 越野胎反而倒没那么明显 那行驶的其他方面 就跟G563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区别 视线非常的好 门槛很低 并且窗牙也很低 脑袋也能看见机器盖的最前缘 坐姿也很高 开在这像是开猛琴 或者是那种小公公一样的感觉 这也是G的一个特点 是视线很好 并且车体是比较窄的 很多的家里面 包括一些胡同 包括一些女孩 是比较喜欢开比较窄车体的 比较灵动一些 好 我们现在看完了越野及公路 大家最关心的350这两个部分之后 我们肯定还得回归静态 虽然静态没有太多可说的 因为350跟500差别并不是很大 但是还是有一些细节的 我挑一些重点 第一部分就是轮子 350标配的是18寸的轮子 也就是现在我换越野的轮圈这个直径 大家参考一下视觉政策的感觉 这玩意其实也挺好的 好在你换越野胎的话 就不用换轮圈了 这是一个省事的地方 当然了 问题是说 可能搁在350这样的车型上 让你一眼睛能看出你是2.0T的G 同时也显得外观并没有那么霸气 我觉得大家大概率 肯定买回来之后还要换20寸的轮子 当然了 如果你不想再买回来换的话 你还有一个招后面来说 第二差异就是 这个车原配不是几何多光束了 2019款34月份之后的G500跟G63 都标配了几何多光束的大灯 但是350就是普通的大灯 这个圆环是不能亮的 只有几何多光束 这个圆环才能亮 同时也不可以进行选光 很遗憾 我觉得这是最缺失的一个地方 前面已经说了 你要想原厂换成20寸的轮圈的话 你可以选一个5万块钱的风格套件 这个套件包含着18升为20寸的AMG的轮圈 同时中网黑化 logo黑化 里面的一些内饰也进行了一些暗夜的黑化风格 这个套件是5万块钱 让你原厂可以对这个感觉进行一个提升 我建议大家如果有可能的话 还是把这5万块钱选上 差别还是很多的 车里面可讲的并不是那么多 因为这一代的新的G500跟G63已经上市两年多的时间 而G350跟G500差别又不大 那已经讲了两年的时间了 那我们再回头看一下 给没看过G500跟G63的朋友 简单说一下 这里面的内饰iPhone17一样的大连屏 但是这已经是上一代的设计了 这一代奔驰从S开始就变成这种方块的巨大的屏幕 但是我还是喜欢那种大连屏 分辨率很高 还是不错的 但是它并没有 因为是350最新的车型 它启用到最新的MBUX运料系统 都无所谓了 我其实不是很关心 菊花的空调出风口 手感是很好的 中间是G传承的三把锁 而这个三把锁我多说一句 它的新的三把锁的控制 底下这个黄色的是它的浴位 上面是真正浴位完了锁纸 所以这个黄跟红的位置跟老款的G那三把锁的位置是对调的 之前是上面黄下面红 而三把锁是这样 很多车现在也说自己是三把锁 但真真正正的这个行业三把锁的就是奔驰技 它中间是一个开放差速器 变成了一个全14区的状态 是可以在公路上行驶的 而在这个状态下 我们通过一个机械装置 把中间的开放差速器锁纸 让它由开放变成锁纸的状态 这是一个中间锁的状态 而比如说你是中间低速四驱那种的 本来是分开的不连接 现在变成了硬连接 这种其实并不叫锁 而前后桥也是两个硬的牙签锁 三把锁都锁上的情况下 这个车的动力输出 平均分配给四个轮子 每个轮子25%的动力 就可以突破很难的越野障碍 但是你也看见了很遗憾 我们前面的越野部分 没有机会挑战更难的障碍 内部的配置部分 G500的配置就挺高的 其实作为一个1560万的豪华品牌的车型来说 G500真的是要表扬的 在G350的车型上价格更便宜 但是这些的豪华配置依然保留了 比如说座椅通风 座椅加热 座椅按摩机 座椅机 这四个功能让G500跟G350的座椅 都已经推到了最顶配的一个状态 同时在开车的过程中 当你往右打方向的时候 你左侧还会有气囊 给你这边的左侧的护翼来进行加紧 抵消你往外的离心力 这个真的是很棒 所以G的座椅前排我是很满意的功能 那G的座椅坐起来 感觉的就是这种比较包裹的感觉 虽然它的里点长度并没有那么的长 但是整体来说 坐起来舒适性还是不错的 甚至连小柏林之声的音响系统 都是标配的不用选装 前排的G比以前的老G要舒服了很多 前面说了各种跟G500也一样 后边跟G500也一样 特别要表扬 座椅加热的后排竟然是标配 赞 银丝玻璃标配 但是这个G说实话 它哪怕新款的后排 比之前的老款又舒服了 但是也不太适合做人 你看 也就是一拳多一点的腿部空间 外加坐垫特别的高 你想稍微舒适一点 坐姿还是很难的 腿没有那么多的位置 往前去伸 那椅垫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硬的 这么一个风格 所以G的后排 我觉得就是短途过渡比较OK 长途你要是真是出去玩什么穿越之类的 这G后面就堆东西吧 后备箱我就不打开看了 一个风盒子的造型 如果你长途出行的话 我建议你在底下锚点 包括到顶上天花板两边的挂钩的位置 去拉一个直接的置物 把后面挡上 你后面堆东西的话 就可以堆到车底的位置了 不至于从后面越过椅子塌下来 其他也没什么 这方方正正还是挺好使的 最后我们在还车的路上把总结说了 这总结其实有点纠结 我得分两块说 从产品本身来说的话 2.0T配大计这个车型 如果你不是一个深入了解4.0T大计的人来说的话 这产品还是挺平衡挺好的 2.0T的劲儿日常通勤也完全的够用 我们在越野攀爬过程中对吧 都没有切到低速的扭矩放大 也踏踏实实的跟三把所配合 跟我们一起完成比较难的攀爬 所以挺好还是这么个大计的风格 肯定比4.0的要便宜嘛 所以从纯产品角度还OK 从价位的角度来说的话 就有点尴尬了 这个车140万的裸车价格 现在市面上飘着 可能便宜的加价也得35万到40万 贵的可能会加50万 算上加价 算上各种各样的税费全办下来 开回家 可能得200出头了这个价格 所以一下就贵了不少 我认为这个车 如果它的价格能控制在裸车在100万出头 算上各种加价跟税费 开回家在140万的时候 一下这个车可能就比现在这个车 口碑要好了很多 并且也很火了 当然了 我前面叨叨叨的分析这么多 这个车其实主销还是给这些 不用在乎面子 因为大哥如果要买G的话 在乎面子必须得是4.0T以上的G了 这些不在乎面子 年轻人跟姑娘 他要的就是个G的风格 同时这些朋友可能买二手的G 心里总过不去这种二手货的影子的话 那一个相对来说200万的孤品 因为这200万没有对手 也只能买这么一个新的2.0T的G 对于这些朋友来说的话 这个视角是成立跟合理的 所以你别以大哥的视角去看这样的消费人群的消费的逻辑 说一千到一万 喜欢了买就好了 没有那么多这个哪个的 剩下人的各种分析 对于你来说都没有意义 自己喜欢就好 好 这就是这次的老司机试车 我是韩璐 喜欢记得分享哦 Roman的经典群的 Q&A 所以我们下期中文猜辑 我们下期中文猜辑 我们下期中文猜辑